阿信屋買豆豉鯪魚 很適合Annie煮 除了做Food Salad之外 我又要去煮 那一定是煮 但煮得來我又要拍照 煮菜又要check 又要做醬汁 但別看Annie這麼輕鬆 其實要做成功的主婦 真的不容易 因為通脹樣樣都貴 幸好最近超市爆發減價 被圍匡追擊的阿信屋 都要大反擊 除了零食計劃賣複食品 昨天我們巡掛坑口間759 發現他們連東莞米粉都開始賣 7.5一包 每元價6元 同份量計 便宜過兩大超市 不過銷情就一半 但主婦們下星期就happy 昨天惠康賣3199罐 的豆豉鯪魚 阿信屋就準備砍到28元 查實話就說超市酸了賤 但隔下隔就知道 他們吃水還是好心 最離譜是這瓶 日本UCC的咖啡粉 兩大超市賣70多元 貴過阿信屋的29.8倍多 老闆還大爆 咖啡的來貨價22元 相信是因為大型超市 一向不重視日本貨 因為香港最便宜的7家 都要收27元 而阿信屋就直接向日本供應商拿 成本便宜 自然買得便宜些 不過好地地賣開零食 查過計有沒有前途呢? 連老闆都未知 說不夠打 所以集中入日本貨 現在將豆豉鯪魚都賣了 那就要回答幾條有蜜菜才是定律 啊